继续来看看被誉为两岸当代水墨画之父的刘国松 受邀到新加坡开画展 立刻吸引当地不少艺术收藏家的注意 东方的水墨画却有西方印象派的大等线条 被两岸誉为当代水墨画之父的台湾画家刘国松 受邀到新加坡开画展 吸引大批艺术收藏家 从概念上观念上的这个转变的话 在刘老师是有一个很充分的一个体现 因为它本身是用这个水墨的形式 但是它的那个呈现是一个抽象的一个画面 刘国松的创作打破国画有写实入手的思维和路径 吸收西方现代主义的抽象概念 用巨大的笔触走势和多元技巧的灵活运用 创造出现代水墨画的新风格 中国画都是用点和线组合 但是中国画的点和线都是黑的 都没有白线 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在中国画里面也加入白线 像这些地方这些白线 在过去都没有 所以后来我又再加上这种细的白线 所以跟初的白线都把它中国画 就把它拉入到现在来了 刘国松把创新元素带进两岸画坛 掀起现代艺术运动 创造出独特的美学风格 也正因为如此收藏家除了欣赏之外 刘国松的话在拍卖市场有相当高的行情 刘国松画作的价值在两岸当代水墨画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收藏家认为未来将会持续升值 也意味着这位来自台湾的画家 对两岸画坛的影响举足轻重